阿弥陀佛 施主请起 贫僧 宜邓 你要找的段皇爷就是老那 你还没死 你是段皇爷 段皇爷已经离开陈氏了 世上只有一灯 求求大师 求求柔儿吧 大师 给我这个锦囊的前辈 嘱咐我 待我见到您之后 把这里边的东西交给您 给我这幅画的人是怕我不肯依你特意画幅画来激我 她也太小看贫僧了 大师 是不是治疗柔儿的伤 还需要别的灵痰妙药 不用 来丫头 来丫头 让我先来给你拔一下脉 大师 大师 荣儿怎么样 伤之五脏 气血欲解 舅兄弟 救救荣儿吧 你放心 我会把她的伤治好的 你起来吧 多谢大师 师父 势不得 师父 徒弟们担心您的身体 师父 就允许我们兄弟四人连手为这姑娘疗伤 你们的功力够吗 能医得好治伤 弟子 冤免你一事 糊涂 人命大事 岂容轻事 这二人必定受奸人指使而来 师父 不安不可中计 不要再说了 莫说这两个人是七公的徒弟 这丫头又是药匈的女儿 就算是末路之人 受伤求到我门下 我也断然没有拒绝之力 出家之人 岂可失了慈悲之心见死不咎 可是师父 别说了 你们都退下吧 你守在这里 任何人都别放他们进来 就算是我的弟子也不得放容 这 关系到这丫头的性命 你要谨记 晚辈谨记 丫头 不要害怕 你要全身放松 不论 有何痛痒义状 千万不可运气地狱 嗯 伯伯 您放心 我就当我死了 一顿不会动的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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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